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圣经里面 摩西的律法里头 他说你们到神面前来的 必须要带礼物 你们有没有带礼物 不是要收奉献 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好像我们来到祭坛的面前 那祭坛是什么 人与神相遇的地方 当我们要与神相遇的时候 我们来到祭坛 祭坛上面需要有祭物吗 如果没有祭物的话 神会来吗 因为祭物是吸引神同在的原因 祭物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所带的礼物 我们若是来到神的面前 没有带礼物 你就很难吸引神的同在 如果别人有带礼物来 别人吸引神的同在 你就沾光 which is good 但是最好的呢 其实是我们同时来献上礼物 现在这个时间 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the best offering that we can offer to God 就是我们从心灵所发出来 对神的赞美跟敬拜 希伯来书呢 你提到说 我们嘴唇所接的果子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worship 我们的赞美 我们的敬拜 好吗 所以事实上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 有一大堆天军跟天兵 天军跟天使 然后他们唱着说 高僧唱着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 归于谁 神 然后呢 那他那个荣耀是怎么样上去的 神的荣耀 神在天上如何得到荣耀 神有在天上的荣耀 那个是与你我无关的 但是神所宝贝的有一种荣耀 是在地上的天军跟天使 请不要忽略这件事情 圣经里面 凡是描述到跟天使有关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很重要的启示的 Amen 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是天使的启示 那个以玛内利呢 神的儿子呢 Amen 祂是Kurios 祂是主 祂是基督 这个都是天使 对 不管是 对玛利亚 对 那个 牧羊人 就是天使 告诉 告诉许许多人说 耶稣的名字是什么 那 天使那个时候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将 将荣耀归给在至高之处的神 对不对 那发生什么事情 Nothing happened 对呀 还是每一天照样过每一天的日子 那我不是的 当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的时候 天跟地 其实地可以影响天的 好不好 Amen 地怎么样影响天 地将荣耀归给神 天怎么样影响地 天就将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 Amen 所以你如果在这个地方感受到说 我需要更多的平安 我需要更多感受到神的同在 像刚才我们在唱这首诗歌 将天敞开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 天敞开是从上往下 其实那个 雅各他的经历 那个梯顶通天 就是梯子上面是通天 是下往上的 而不是从上往下的 是从下往上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 我们从我们的内心深处 发出这样子对神的一个赞美跟敬拜 天就回应地 Amen 地就回应五股心酒和油 Amen 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的 其实是因为 我们的口跟我们的心 所以向神所发出来的赞美 好不好 我其实很需要你们 因为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我当传道人二十几年以后 悟出来这个道理 这个 讲到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这个聚会里面 我们所领受 我们能够得着的 好不好跟你旁边说 跟你有关系 Amen 为什么我这样说的 其实你心中有很大的期待 你就会影响我 你心中有发出来那种 那种意念 就是我要 我要让这个聚会地方 更多领受神的祝福 那件事情就会影响我 就会帮助我 然后呢 神的痛在会降临在我们的中间 因为我们一起带着盼望 一起带着理想 好吗 你们 感谢主 我已经这样苦苦哀求了 你们还不 有一些回应吗 OK All right 那个 请拿出你的smartphone来 我们来翻到圣经 第一 西伯来书 第一章 二十世纪的时候 请翻开你的圣经 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请拿出你的smartphone 第三节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好 这段经文讲到 耶稣 神的儿子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一件事情 就是representation 什么叫做representation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代表一些事情 我们都代表 那今天我们被称作基督徒 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基督徒就是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受洗 拿了受洗证书 叫做基督徒 Right 其实也没有错 但是 That's not the point The point 重点是 基督徒 其实有一个责任 去reflect 我们所相信的那位耶稣基督 基督徒这个名称 是从安提亚教会开始的 那个时候的人 开始被叫做基督徒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 小基督的意思 就是像基督 基督如何 你也如何 基督像什么 你也像什么 那我称这个叫做representation 代表性 我们来代表基督 好吗 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祂是父神荣耀所发的什么 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所以意思就是 当人看见耶稣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什么 天父 Amen 所以菲利跟耶稣说 哎呀 主啊 你若是将父先给我看 我们就满足了 那这种 常常在约翰福音里面 门徒不问问题也好 一问问题就爱骂 OK 那么耶稣就说 哎呀 菲利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 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了 所以耶稣在地上是有代表性的 representation 耶稣在地上最讨厌谁 为什么讨厌法利赛人 因为法利赛人宣称他们代表神 但是却是错误的代表 misrepresentation 神很讨厌misrepresentation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要代表神 你就要正确的代表 你不能够代表 你就说你不能够代表 你不能够说我代表神 然后却是错误的代表 这是神很愤怒的事情 你去看 耶稣骂法利赛人 我每次看耶稣骂法利赛人 那些话 我在想说难怪他被钉十字架 那个话是很严厉很严厉的教 我是法利赛人 我会受不了 钉他十字架 把他钉死了 买起来就没事了 就不需要去面对 他说的那些话 所产的影响力 阿们 但是耶稣说 你们这些人 在天国的门口 自己不进去 还不让别人进去 所以耶稣 讨厌法利赛人 是有道理的 因为法利赛人 他们宣称 他们代表法律 他们代表的是 父神 要在地上 将他的荣耀 将他的心意来彰显 这些法利赛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比律法 守律法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比得过他们的 他们五岁开始 将他们自己 全身全心交给律法 他们跟Torah 他们跟Torah结婚了 Amen 所以他们用一生的时间 要来守什么 守律法 那守律法呢 他们却没有真正能够代表 那位律法的主 所以耶稣在地上 讨厌法利赛人 因为法利赛人 misrepresentation Amen 我发现 脚身的童工 做很重要决定的 常常是坐在中间 或者是坐在后面 因为老牧师 每次都坐在后面 如果他没事 他不会坐第一排 坐第一排 就是因为他讲到 他才坐第一排 谢牧师也是一样 谢牧师不会坐第一排 坐在中间 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分享的是 那个脚身 脚身其实有一个presentation Amen 每一位童工 要来represent 要重新来代表 那个presentation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脚身有没有presentation 有啊 非常非常精彩 我们那个 昨天 昨天我们 主日聚会的时候 老牧师来我们教会 那我后来在想说 哇 脚身 伯特利 伯特利脚身 中间的那个关系 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其实我跟小方 我们 我们也没什么本事 我们 没有run什么program 我们也没有 到街头上去 发福音穿当 发福音单张 出去传福音 其实我们就是在那边 主啊 我爱你 就是在那里 好像 代表那种 亲近神 那我发现 有人有时候问我说 伯特利 伯特利的特质是什么 伯特利的strength是什么 那那个 我记得有一次 那个周泰 周泰说 你们伯特利人 出来的领经拜 都是坐在那边 弹琴拿一支麦克风 这样 那好像 那个是伯特利的特质 但是事实上 伯特利有一个 有一个 神的带领 就是 这个教会 是一个神与人相遇的地方 这个教会 是一个 我们能够 带来神的同在 让人在那个同在里头 与神相遇 那 我觉得有好几次 神 觉得那个启示 其实是 天会为我们打开 然后呢 神的使者会上去下来 在神的荣耀跟同在里面 你能够感受到 父神的心意 在神的同在里面 你的生命会有突破 That's exactly what we do 我们没有run program 我们也没有去 好像说 特别去做什么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 脚身的同工都在做 因为脚身的同工 很辛苦 很辛苦的去 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把人带来呢 这些人很喜欢亲近神 就来我们教会这样子 然后 我就发现说 教会聚会的人数 就在那里慢慢的增加 本来我觉得 昨天大概 因为我们昨天 有几十个人不在家 有人去加州 有人去Missouri 还有很多人说 去滑雪 结果连水都没得滑 那个 有一群人不在 那后来我在想说 哇 昨天老牧师来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对了一个空空的 一个 一个congregation 结果没想到 昨天还来了不少人 那个 我心里就觉得说 嗯 感谢主 因为脚身 有一个presentation 脚身的presentation 其实是一直不断地 去把人带到神的家中 然后脚身的同工 要有representation 代表脚身的那样的一个心 因为老牧师 他看到的 看中的是 眷外的羊 那脚身的同工 也需要去注意到 那个 那个灵魂的那个重要性 那 当 神高某老牧师 让老牧师 他能够一直不断地 往前冲的时候 很多脚身的同工 每一个 当你看到 每一个脚身的同工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这些脚身的同工 生命里面 有老牧师的影子 有老牧师的presentation 我们represent 就好像我们教会 很多的姐妹 他们带敬拜的时候 他们represent师母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Amen 这个很困难理解 不会吧 因为在神的家中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今天没有很长的时间 把这样的概念 跟大家说清楚 但是我觉得 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脚身需要 建立起来 这样的一种文化 这样的文化 represent 终极的representation 是我们代表 父神 因为耶稣基督 在地上代表的是 父神 所以我们在地上 代表的是 耶稣基督 所以他如何荣耀 我们也需要如何荣耀 在彼得后书 第一章第三节那里 说到 他说 我们有这几宝贵 极大的应许 都已经赐给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 我们有一个 有一位 我们所相信的 耶稣基督 这位耶稣基督 是用他的荣耀 跟他的美德 来呼召我们的 他的荣耀 跟他的美德 来呼召我们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呼召我们的时候 不是让我们 好像去做 一件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我可能要问大家 一个问题 今天反正 年终 我今年所有领受的 通通到出来 通通给你 我不要留到迷迷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做基督徒的盼望 你做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 What is your hope to be a Christian Please God Very good Please God Very good 这个是非常精彩的 一个盼望 还有没有 彼得说 有人问你们心中 盼望的原因 你就要预备好 回答个人 你还没有进到以前 你就应该预备好了 对不对 赶快回答 赶快回答 你做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 彰显神的荣耀 你太快把答案说出来 我都不知道 怎么样接下去 OK 有的时候 做牧师 你要体谅那个牧师 OK Alright 那个 很多时候呢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没有去想这些事情 我们觉得做基督徒 不做基督徒好吗 我们上天堂 比下地狱好吗 OK 信任耶稣 气质也变好了吗 还有永恒的盼望 有什么不好呢 但是事实上 我们做基督徒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神呼召我们 祂不是用天堂来呼召我们 祂不是用很多的 就是问题的解决 难处过去 你要有身份 有身份 要工作 有工作 要健康 有健康 祂不是用这个来呼召我们 祂用什么来呼召我们 祂用祂的荣耀来呼召我们 祂用祂的美德来呼召我们 阿们 所以在摩西 祂有一个经历 祂对神说 神啊 求祂将祂的荣耀 显给我看 为什么祂会发出 这样的一个叹息 因为祂需要神的荣耀 祂知道祂前面的道路 很难走 祂说 主啊 让我看见祂的荣耀 神就给祂的荣耀看 对不对 那不是的 神说 我要在祂面前 显出祂我一切的恩赐 神的荣耀 其实就是祂自己的恩赐 以赛亚书第35章 那里说到 人必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人怎么样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那个耶和华的荣耀 就是神的华美 人怎么样能够看见 耶和华的荣耀 跟耶和华的华美 人怎么能够看见 我跟你旁边的人说 在你身上 It's in you It's in you It's in you 为什么我这样说 神呼召我们 是用祂的荣耀来呼召我们 神呼召我们 是要我们显出祂的荣耀来 神如何 我们也如何 神要的 不是一群将来到天上去 永远的度假的 度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个度假的概念 不是从神来的 以前我们有一个会友 他很辛苦 没什么觉可以睡 每天就为他的那个餐厅 在那里担心 生意不好去借钱 然后就是 反正非常非常的担心 那时候他还叫我 帮他打flyer 帮他做那个flyer 就是放些图片 什么什么在上面 我还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没有钱去找那种 印刷厂 帮他设计 帮他那个 我就帮他做这些事情 那有一天他很叹息的跟我说 牧师啊 我现在活着 没什么觉可以睡 将来我到天堂 我就可以好好睡觉了 很多时候天堂 是我们生命中那种 缺乏的一种投射 我们以为说 我们今天在地上 不拥有 不具备的 将来我们在天上 我们就可以满足了 你们 有一位弟兄 跑来跟我讲 他说 牧师 将来我在天上 我就有时间 学弹琴 跟师母一样 也不是坏事 但是你想 耶稣基督 钉十字架 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 就是让你在天堂 没事找事 Is that the point? 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天堂是一个 你反应神荣耀的一个地方 你怎么样反应神的荣耀 刚说的 他的恩慈是他的荣耀 他的华美是他的荣耀 就是人看见你的时候 哇 我在想上帝就是长这个样子 Amen? We all reflect the glory of God 这也是representation 我们在地上代表的是父神 我们在地上所彰显的是父神 我们在地上所成就的 也是父神的心意里面 所要成就的事情 不要把错误的代表 当作我们的目的 不要把那些错误的方向 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因为这是很严肃 很严肃的事情 我在读经的时候 我发现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的事情 变成神所要的事情 我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我们做了很多的计划 计划完了以后 最后一步是什么 最后一步 在执行之前的最后一步 神啊求你来祝福 就是我们那个支票 已经写上去的 神求你来签字 你如果不签字的话 这个支票没办法cash 但是之前 Amen? 我慢慢发现 我慢慢发现 当然教会跟机构不一样 因为我有时候也在体谅 因为常常 我有时候跟老牧师 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 跟你们主要一些同工 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那个占据你们心思的 就是你们每天在想的 很多的事情 都是我不会去想的 有一次我甚至跟老牧师 我说老牧师 我觉得明天做的事情 好像比我一个礼拜 做的事情还多 每天从早到晚 要做很多的决定 要跟很多人谈 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 那个Olive Tree的 一个board meetings 那那个因为 Diane希望我能够坐在那里 我就坐在那里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坐在那里干什么 因为他们说的 我都听不懂 然后我就发现 他跟老牧师 的那个对话 哇 真是高手过招 在空中这样子 过来过去的 我在下面凡夫属指 只能够坐在下面看 然后就觉得说 哇 这两个人 真的是 他们心里在想那些 事件事 我都没有想过的 他那个 那个 老牧师就问他 那个问题 那个问题 我是听不懂的 然后答应就说 老牧师这个问题 我都已经想过了 然后他的回答 然后他的回答 以后 老牧师还有问题 然后坐在旁边 就好像 这什么世界 他们用的都是中文 可是我都听不懂了 我就发现说 我们的思想跟意念 所以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常常都不是很相同的 但是我就在他们的对话里面 感受到一件事情 他们很认真的 要去代表 要去represent 那位呼召他们的主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 要去把他们所认识的神 能够彰显出来 那个是神的恩慈 那个是耶和华神的华美 这样在永世里面 我们不会做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的事情 这样在永恒里面 我们也是在那里 彰显神的恩慈 美善 The goodness of God 然后呢 人在我们身上 看见神的华美 今天我们在地上 最怕的 最怕的 其实是我们错误的代表神 我们错误的代表 教神或者是博特利 被护照的时候 神所给我们的那个identity 有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我们很容易错的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 我们所看重的事情 其实是跟我们的信仰 或者是跟我们所认识的神 是无关的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软弱里面的时候 求神给我们有智慧 能够回到祂的面前 求神给我们有智慧 能够重新去感受 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心中所能够有的喜乐跟平安 最后我们看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那里说到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些人是谁 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说 就是你啊 Amen Yeah You're the one who loves the Lord 那这些爱神的人呢 神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神预先定下 意思就是说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represent exactly who God is 他来代表神 那这些我们神所呼召来的人呢 神要我们做什么 效法耶稣 意思就是 耶稣长什么样子 我们也长跟他一样 好吗 那这些人 耶稣做什么呢 这些人神对我们做什么 说呼召我们 Amen 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说 你是被呼召 被拣选的 Yeah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因为我当时被呼召 被拣选的意思是 我是在这个被呼召 被拣选的群体里头 不是我被呼召 你没有 教会里面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是被呼召 被拣选的 感谢赞美主 还有许多人是被呼召 被拣选的 Amen Praise the Lord 当招来的人 神做什么呢 称你为义 让你有一个righteousness 那个义是因为 得到耶稣基督的义 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之架 所以我们得到的那个righteousness 当我们得到这个righteousness 之后可以做什么呢 所以身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荣耀是有重量的 好吗 荣耀 荣耀是会彰显出来的 荣耀不是说说而已的 荣耀是有事情发生的 哈喽 Amen 荣耀是什么 Christmas Eve 在图书馆前面 当大家在那里用我们的心 跟我们的声音去赞美 敬拜神的时候 Who gets the glory God gets the glory 你就会发现说 那个地方 当我们在那里唱诗歌的时候 那个地方 天为我们打开 神 荣耀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然后呢 那个地方 就充满神的平安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荣耀是什么 当 所罗门宪殿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情 为什么人家知道 神的荣耀降临 为什么 当你看见什么样的现象 你知道说 Something is happening 因为 在圣殿里头 没有一个人站着 祭司不能够站立共职 意思就是说 祭司要倒在地上 为什么会倒在地上 为什么 简单的答案就是 他们站不住 为什么会站不住 因为有个重量 加在他们的身上 那叫做 The glory of God 圣经上的描述 荣耀降临在圣殿里面 祭司不能够站立共职 阿们 荣耀是 Something happened 荣耀是 当你这样美善表达出去的时候 荣耀是当人看见 神的华美的时候 荣耀是看见 人的病得到医治的时候 荣耀是看见 许多人的难处 离开他们的时候 荣耀是 Mensary的街上 不是一年一次 有人在那里 尝试敬拜 Mensary的街上 经常有各个 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族裔 在那个地方 将荣耀归给神 那个是神的荣耀 那个是神的华美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If we would know how to pray Amen 最后再提一件事情 对不起 我时间到了 最后再提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 就是 你有责任 去影响天 你有责任 去将荣耀归给至高的神 和西阿书第二章那里 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到那日 我必应允 神说 我必应允 我必应允 天 天 必应允 地 地 必应允 五谷 星球 和勇 神说 他必应允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人呼求 神不会 回应 没有呼求 如果没有人呼求 神就不需要应允 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有人呼求 所以说 神说 到那日 我必应允 所以应允是谁的事 神的事 呼求是谁的事 跟你旁边说 是你的事 Tell your neighbors you have to pray 你必须要去祷告 你必须要去呼求 神才会应允 你呼求了以后 神就立刻应允 对不对 right 如果神没有立刻应允的话 所以你就不呼求 好不好 因为我的经验是 我今天祷告了 神没有应允 所以我明天得到的 walking knowledge 智慧就是 我昨天祷告 神没听 我今天祷告 神也不会听 我明天祷告 神也不会听 Mind as well 就是不祷告 好不好 这是我们很多 做基督的经历 对不对 是吗 不是 I'm talking to myself OK 亲爱的兄姐妹 请特别注意 祷告是你的事 回应是神的事 你不知道神今天回应 明天回应 但是神应允 到那日我必应允 祂的应允 就是祂一定会应允 你的责任 就是你今天祷告 今天没有看到结果 明天再祷告 明天没有看到结果 后天再祷告 Keep pr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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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我的意思吗 很快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做期货生意 就是每一天trade 就是今天买进 卖出 买进 卖出 买进 卖出 他告诉我说 其实那个压力很大的 他要用一切的 他有的智慧 他去收集很多的资料 然后去做一个判断 因为那个判断 可能是几十万 几百万 可能甚至于上千万 他说有的时候 他一天赔的钱 是他好几年的薪水 的总和 他把他的 那个公司 赔掉那么多的钱 但是他的薪水 很高 为什么那个公司 他赔钱 他公司还要雇他 因为他今天赔钱 明天不一定赔钱 因为他这个时候 做了一个决定 赔了一大笔钱 十分钟之后 他做另外一个决定 就弥补回来了 但是呢 他从时间 拉长来看 十年 二十年 他的成绩是很好的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是说你今天 做了一个决定 Nothing happened 你明天就不做决定 No you have to invest 这些投资的人 他们知道说 你在时间里面 你必须要去做 这样的通知 输的话 认赔杀猪 然后明天再做一个决定 后天再做一个决定 十年之后发现说 Wow you did very well 我们做基督徒 常常说 我们今天祷告 Nothing happened 明天就不祷告 因为昨天祷告没有用 显然神是不听的 谁告诉你神不听 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但是投资是你的责任 好吗 Even 祷告其实是一种投资 Hello 当你去相信 你去祷告 你去不断的付代价 不断的付代价 你可能今天付的代价 你今天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可能那个影响 可能是在明天 那个影响可能是在后天 那个影响可能是十年以后 We don't know 但是祷告是你的责任 Trust是你的责任 投资是你的责任 不断的去寻求 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的责任 就是去祷告 神要做的事情 就是祂来回应 到那日 我必应允 If you pray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If you don't pray 神不会 神不会回应 你没有 呼求的心意 如果你只是有一种感觉 有一种需要 有一种意念 你不会的 事实上最重要的 在祷告的过程里面 You and I We changed 在祷告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容量被加大 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成熟 我们越来越能够看懂 神的心意 就像彼得后述第一章 大概第五节那里说到 他说 我们既脱离 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什么叫与神的性情有份 就是你看起来像神 走路像神 说话像神 种事情像神 那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 那个是正确的代表神 Right representation 好吗 感谢赞美主 Praise the Lord Amen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恩主 孩子真的是愿意 主将在做每一位 叫神的同工 主啊每一位珍贵的器皿 主啊你自己所呼召 主啊要在地上 主啊将你的荣耀 借着每一个器皿来彰显 主啊就像 主你自己在地上 是父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主啊今天 叫神的每一位同工 主啊不但代表 老牧师 主啊也代表 那位呼召老牧师的 耶稣基督 主啊使得主 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 呼召里面 主我们都需要 能够正确的来代表神 主啊我们都需要 让人在我们身上 主啊看见你的心意 看见主 你在我们身上的 引导跟带领 看见主 主别人要借着我们 看见天 看见神的荣耀 谢谢主 这样祷告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